看到消息我真的头都大了 新加坡这个阻断措施要延长一个月 到6月1号才结束 我的天哪 我记得两个月前我发了一个Vlog 说留学生在疫情上升期飞新加坡 没想到两个月后的现在 新加坡到了疫情的上升期 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班群 连我们的主任在里面发消息 都说了一句XX天啊 可能我们这一次真的要原毕业 给之前没有看过视频的观众说明一下 新加坡从4月7号开始 推出了这个断路器措施 他们会关闭大部分非必要的公共组织 还有一些公司 取消堂食 就是剩下只有外贷跟外卖 两个富裕大家都居家隔离 在家工作等等 从4个月以来政府推出的措施越来越严格 从一开始不提倡健康人群戴口罩 到政府会免费派发可穷用的口罩 到现在不戴口罩 不可以在大部分的公共场合出现 对于违法违规的人群 从一开始口头警告到现在罚款 罚到300到1000星不等 甚至还要上法庭 这个是WhatsApp上面新加坡政府官方公布消息的途径 上面看到这几天新增的人数 真的是每天都在增加 截止我拍这个视频 今天呢是增加了1111 这个数字这么增加的这么厉害是因为 新加坡有几个劳工宿舍爆发了集体的疫情 大家都知道劳工宿舍里面居住的环境比较密集 基本上很难做到单人单间的情况 大家都是睡那种上下铺的床 所以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很快的扩散出去 取了外来劳工人员 编卖家当 然后花了很多钱才来到这边打工 每个月拿的工资 还是有很大部分会寄回去给家人 甚至还有一些人 他的工资是日薪日节 所以这疫情对他们来说影响非常的大 我看到政府的政策一出来 不同的声音一下子就传出来了 大家看到每天新增的数字 数目非常大 心里很慌 作为留学生群体 我们在二月份还在国内的时候 在中国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之前有人说的 大家看这个数字 不要看它单单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是 比被迫宅在家我们更加辛苦 更加艰难的处境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友善 多一些包容 这样不要把一些很负面的情绪 发泄在别人身上 无论是在网路上 还是对着身边的人 如果真的是觉得压力非常大 找一些亲朋好友 倾诉一下 或者还可以打电话 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今天想说的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谢谢 再见 再见